請問妳叫什麼名字 妳好 我叫阿景 那我們大家可以怎麼叫妳呢 隨便妳們叫 想要叫我妹妹也可以啊 有沒有一個大家比較可以記住的 妳們可以叫J.I.N 就是妳知道嗎 景 那妳有比較擅長的風格嗎 我說話的風格像是有比較偏 大陸歐美腔也都有 日本也可以 他們我也會有一點 No 我的風格就是我的風格 我們沒有嗯 對 那妳有比較喜歡男士髮型還是女士髮型呢 我喜歡妳 比較喜歡染髮 對於男女我真的覺得阿好 你們今天不管是男士女來了我都OK的唷 所以妳是比較想要做 懶頭髮這個區塊的嗎 懶頭髮燙頭髮也都可以啊 洗頭我也很OK喔 嗯 我洗頭其實賺了很多小費 曾經呢 那請問妳來HOMO之前做了多久的助理 我來HOMO之前的時候其實還在讀書 反正就是呢我真的在別人那邊做了四五年啊 那這樣也夠奇怪的 然後呢就當了助理 反正因為要讀書所以我就做了假就攻讀 就這樣 那為什麼妳會想當作就是什麼 沒有為什麼因為我無專讀五年 啊都讀了五年了不然就先做下去吧這樣子 那妳為什麼會來HOMO 就我那個朋友啊有一個體弱多病的男生朋友 就是我們之前其實一起工作在實習的時候 真的是處得蠻好的 但因為我也從那時候就叫他體弱多病 然後他呢聽說就是在圈圈這邊當啊 其實蠻操的因為每天都加班 所以他就問我說要不要換個工作換個環境 啊剛好我也想說我要再過年前就是換個環境 就是我騎車 外面都要來高雄這樣就辛苦耶 來這裡就要加班 講態度妳們懂嗎就是 我們就整個陰那所以我們講態度比較順 反正我覺得來來回回我覺得這樣很累啊 其實一開始我沒有想要做的 但是因為他們這邊團結力其實真的很強 之前可能就是遇到的啊 我們會發現說可能團結力沒有那麼好 凝聚力沒有那麼強 對遇到他們之後呢 你會發現團結力很好這一件事情 讓你不管是在出外景或你在工作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團隊默契的問題 雖然他的資源真的很少 我說真的 也不是資源很少 就是他能給的東西確實 不比外面大公司來的多多早 你說要錢嗎 就他這樣子你覺得他有錢嗎 他肯定是沒錢的 嗯你要希望他紅包多包給你什麼的 但都得從他口袋拉出來一點 所以你不要太失望他是有錢的 但是那時候就會覺得他也挺辛苦的 但他會80%的東西都給了你 他剩下的20%就是留給他 他經營他的客群 所以我覺得就是他很願意付出的一個點 應該是他們姐妹倆都是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才會 嗯一然就覺得 不然就繼續留下來看看好了 那來這邊工作你有什麼改變嗎 沒有欸體重上算嗎 就是變漂亮變可愛一點 然後 就這樣 啊我會剪男生了啦 啊不然怎麼是睡覺 就是那種改變就是 從細小的地方慢慢去發展出來 教育的部分 教育的部分 我教的嗎 我教的助理嗎 都走了 我教你 我說真的 他教育的真的還不錯對不對 他會很熱心的去教導你 雖然他的語氣很 連這個阿伯 你小時候在旁邊看些看什麼 他就有這種態度你知道嗎 但是他肯交給你的東西 確實是很扎實的 我們沒有手把手的幫你帶大 助理都得要啊 一定得手把手吧 總不能搭人家的腳吧 所以其實身為設計師我真的蠻開心的 那你未來有想成為什麼樣的設計師嗎 成為你們都喜歡的設計師 雖然我不知道你們喜歡我什麼 但是我希望你們中心的喜歡我 喜歡跟我聊天也好 喜歡問我話也好 或喜歡我整個人都ok 嗯 喜歡我的髮型 喜歡我的設計 都ok 只要你們喜歡我就想要當那樣的設計師 你有給自己一個目標 什麼時候的業績可以達到 第一個十萬嗎 希望在多久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這很難講耶 因為我生起來的時候剛好是年後 你們各位懂嗎 要拼也只能拼母親姐 反正就是母親姐之前 你就可以拿錢過來砸我 因為年後我說真的你們紅包錢領了 但是你們頭髮都整理完了呀 我個人是想說如果可以的話呢 就在這半年之間 我慢慢的看有沒有辦法做到十萬 還有一個 你不會說最後一個問題了嗎 還有還有還有 好吧你問五百塊喔 你有沒有想說什麼時候可以把你老闆幹掉 這一點我其實沒有這樣想 因為你們要想幹掉他 那我若沒有業績誰養我啊 傻孩子他會把他幹掉 那就等於就輔佐他 那他也要輔佐我 然後我們兩個互利互惠 然後我沒錢他拿錢養我 他沒錢他就要自己想辦法 因為我也沒有錢 我絕對不會想要把他幹掉 因為他是個很優秀的老師 那所以意思是說他做五十萬的話 他得付我二十五萬 所以你說你做四十九萬就好對不對 永遠不會比他高這樣 我不會比他高 因為真的太困難了 你看他的男生多好啊 他有時候燙完我都說 你怎麼有辦法把他的頭髮矯正成這樣 你有講過嗎 我會就是私底下摸摸跟他講 我說那個怎麼燙的啊這樣 有嗎他默摸點頭而已耶 他不習慣我太肉嗎 你也知道我這個人就是這樣子 今天是你當設計師的第幾天 今天是2月2號禮拜四十第二天唷 你有什麼想法 沒有其實我覺得蠻開心的 因為這幾天遇到的客人啊 或者是收到的祝福啊 其實都很多 那我相對來說我也知道 因為收到祝福越多 就代表壓力越大 你們期望真的太高了各位 太高了 不用就是口頭祝福就好了 像我的小開會包紅包 我覺得真的是 大衝心地的感謝你們 但是不用這樣子 我真的壓力很大 嗯 繼續努力吧 會的我一定會啊 你看他還送蛋糕給我 希望我玉劍高業績 那個玉劍是芋頭的玉喔 那還有一個問題 你挺多的呢哥 下次什麼時候可以換你 拍一個什麼燙髮影片啊 或是染髮影片啊 你們想看嗎 不想的話就不拍了喔 因為其實蠻耗時的 我說真的 好啦youtube的朋友 大家如果有在看我的影片的話 都會知道我的小夥伴 未來也會有他跟大家分享的作品 在youtube上 喜歡我們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再請助理了 拜託 來吧 來當他助理吧 來當他助理吧 其實蠻爽的唷 可以吃好 穿好 但是睡不好 哈哈 吃好穿好睡不好 好像是耶 沒有辦法說明品質 但是我跟你說 真的蠻不錯的 因為他可以給你的Range很廣 我會讓你脫胎換股 像你以前 像是那個 我差點說大西長 在市長撿回來的小孩 現在已經長大成人了 壓力最大的就是 我給你的期望非常的高 你不要 我的媽呀 做得更好 我努力好嗎 記得來找我 拜託超越 找我就好了 不要找他們 找我就好了 OK 所以就多拍幾支影片喔 影片嗎 待會咱們下去要談一下籌碼 影片的一個 不在剛剛Re的稿裡面 拜拜 聽我們家導演說啊 好像有一位可愛的粉絲 在我們的留言區的部分 有問說什麼時候要生生師 對 就是現在我生生意識了 你給我過來找我 沒有啦沒有 就是你可以過來找我啊 用用頭髮啊 反正你那麼期待我生生意識 我也上來了 哈哈 趕快過來吧 拜拜